圆东百或业者26号来到了花莲施工所 向承办扩大吉约书库金的施工所同仁来加油打气 业者透过媒体管道看到承办人员很辛苦 也因为有一些不理性民众的举动 让他们觉得感受到基层员工的委屈 因此特别带了下午茶 慰绕施工所的同仁 圆板员工以及太阳宝宝一踏入施工所 立刻获得工所员工的热情掌声 他们带来了知名议事餐厅 胡辣爵制作的甜点与饮料总计有120份 分送给工所员工 希望能够舒缓年日来疲惫的心情 圆板还特地准备了加油打气的手拿牌 以最热情的举动表达对施工所员工的支持 一起来爱花莲 首先要谢谢圆东百货 那在前几天的新闻看到 花莲施工所因为纾困案 那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忙得怎样麻烦 那也不断地在帮民众来协助 那也谢谢圆东百货看到这样的状况 第一时间 那就跟我们公所这边联系 说要来关怀我们这些第一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那也总共准备了100多份的一个点心跟饮料 让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在闲暇的时候 稍微空闲的时候能够来吃一些小点心补一下体力 那在此要代表花莲施工所谢谢圆东百货 过去一直以来不断是在关怀我们每一个角落 那这次虽然是疫情期间 那百货公司也是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但是还是不忘记来关怀需要关怀的朋友 装有甜点的点心盒上头都有一张便利贴 黄友诚店长说 每张便利贴上的留言 是圆百消费者特地为施工所加油打气的字句 那这次我们也看到这个苏克林金的一个发放 造成我们这施工所的一些同仁非常忙碌 所以我们也结合团体 我们想说也尽一分力来帮我们施工所的同仁打气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准备了120份的点心 希望给我们这个施工所的第一线人员 我们相信他们政府的单位能做好人民的服务 相信人民就会有一些幸福的感觉 那对我们百货来说那也都是艺术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回馈以及消费 满足我们这里的乡亲 那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一起能度过难关 我相信台湾会越越好 花联会越好 我们一起努力 相信会有美好的未来一定会来 社劳科的员工特地把消费者的留言都贴了起来 表达对圆柏以及花联乡亲的感谢 社劳科长小子卫告诉克里的同仁 只要想到有这么多人的支持与鼓励 再怎么疲惫也甘之如疑 圆柏公所一起爱花联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